大皇子殿下 这就是五个字了 齐行风说完就嘴巴紧紧闭着 再不开口 周恒回来了 大殿下 齐老将军态度恭敬地称呼 周恒恢复身份了 他是皇子身份尊贵 见了他是要行礼的 苏三郎和赵氏也刚要行礼 周恒立马上前抓住他们的手臂 三叔 婶婶 你们可别如此 阿宠 阿华 你们也不用这样 不管我恢复什么身份 我永远都是你们认识的那个周恒 韩哥 你好便好了 我来 是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我已和父皇请旨赐婚了 父皇也同意了 两日后 寻集和祭祖 父皇会为我和小玲赐婚 好 恭喜大殿下 齐老将军心底最后的石头也落地了 唉 恒哥 辛苦你了 苏三郎深深地明白 周恒想要苏小玲做他的正妻 是要走很多辛苦的路了 但他不怕辛苦 坚守承诺 也实现了承诺 以后 婶婶就把小玲交给你了 望你们能够携手共进 无畏艰险